墨的最後一個提醒就是 給我多少個求多少質量多少功課 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我們沒有公式可以求多少個求質量 有多少質量求多少個 我需要個友誼的橋樑叫做墨 就是用個數串出來的墨 等於用質量算出來的墨 左邊等於右邊都是墨 算法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假設有S功課帶進去 這麼多個除以6乘12三四方 就這麼多墨 等於用質量除以原質量分質量算出來的墨 那麼後面就是數學 做完 答案就16功課 OK 這就是 給質量問幾個 給幾個問質量 這中間需要一個友誼的橋樑 誰是友誼的橋樑就墨 都把它變成墨 然後寫個等式 所以這裡一個葡萄糖的質量是多少 一個 他問的是一個 請問你無法追勒 顯然不會太大嘛 只有一個不會太大吧 麥克風 剛才跟你講過哦 我需要個友誼��梦?,對你approach 已经有節訊了 Kardia douche 才有節奏 等於用質量算出來的mol 個數算末除以6乘以12三次方 質量算末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然後範數分質量18洞 然後呢就往裡面帶 x功課一個除以6乘以12三次方 等x除以180 所以這樣做完 就3乘以10的負二十二 OK 好 下一個是問你21個有多少個氧原子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小問題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小問題 暗示你他問的是氧原子 他問的是氧原子 請問你他有幾個氧原子 幾個氧原子 OK 來 他有幾個呢 帥哥 再一個 再一個 25 25 幾個 6乘以12就是三次方 正好1mol 葛 來 剛剛跟你講了我們就要這樣做嘛 個數除以6乘以12三次方的mol 等於質量除原子量分質量的mol 然後21個有s個分子 然後呢就算一算 算出來以後呢就這麼多 OK 分了這麼多 可是這不是答案 為什麼不是答案 你拿的是硝酸的質量除以硝酸的分子量 算出來的是硝酸的mol 所以這裡有多少個就是所謂的硝酸有多少個 可是他不是問硝酸 他問什麼 他問的是氧原子 他問的是氧原子 那看到化學士知道一個硝酸分子有三個氧原子 所以他大概三倍多 所以你要乘以3 所以變成6乘以10 那就是3次方個 這是考試的另外一種題目要注意的事情 我給你一個硝酸H2SO4 可是我可能問的是氫原子 我可能問的是硫原子 我可能問的是氧原子 你要注意 一個硫酸有幾個氫原子 有幾個氧原子 有幾個氧原子 要看清楚題目到底問的是誰 問的是氧酸分子 還是其中的原子 這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我們由多少個求質量 或者由質量求多少個的提型 OK